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电器专家简谈频道 我们继续谈新移民找工作的问题 今天我想谈这样一个话题 就是说老板喜欢什么样的雇员 我在给别人打工的时候 作为department head或者是discipline lead 也算是supervisor,也算是老板 那么我现在自己开公司 也是一个小老板 我对我喜欢是那样的人有一些体会 今天通过这个视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先说一说年龄 其实这个年龄牵扯到一个公司 它的结构 其实一个公司取决于它的规模和性质 那这个青年人 年富力强的中年人 或者是有经验的老年人 其实都是需要的 但是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 这个人的一些优点和缺点 比如说我们先说这个年轻人 年轻人他比较有朝气 精力充沛 求职欲也比较强 学东西很快 也愿意来学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公司是需要这样的人的 就是说这些年轻人呢 他能够给公司带来活力 他干事情效率比较高比较快 那么我们需要有年轻人在这个公司里 同时呢 我们需要一些年富力强的 比如说三十到四十五岁 或者是三十几岁到五十岁之间 这样一个年龄段的雇员 这个年龄段的雇员呢 他经验就 他比较有经验了 而且呢 经历也还是正是旺盛的时候 经验也比较丰富 那他没有什么太大的惰性 跟这个五十岁以上的人比 而且呢 方方面面的事情也都经历过了 很适合于做这种中城 或者是管理层 这样一个职位 所以 其实这样的人在公司里 是最受欢迎的 当然这样的人都有稳定的工作 那么他们收入也比较高一点 这一个年龄段的人 如果你各方面都比较好的话 是在职场上非常受欢迎的 那还有一部分人就是 比较有经验 但是年龄偏大的 我们通常讲一个五十岁以上 这个人过了五十岁以后呢 经历呢 相对来说就不如从前了 但是他 他的优点就是说 他经验比较丰富 可是呢 有的时候他学东西 学一些新东西就比较慢了 那操作一些具体的事情 也相对来说比较慢 再有一个 这个人过了五十几岁以后呢 他就没有那种冲劲 就像这个混混日子 然后再过一些年就退休了 那相对来说就是有一定的惰性 所以呢 实际上这个公司这个结构呢 应该是老中情三结核比较好 作为一个老板也好 一个这个supervisor也好 应该合理的调配这个结构 充分的发挥每个年龄段雇员的 他的优势 把这个项目也好 把这个公司也好 运作好 那现在这个是年龄的问题 就是老板喜欢哪个年龄段的 这种雇员 其实哪个年龄段都需要 但是就是说取决于这个项目情况 和公司的结构配的情况 那再从人的性格特点方面 来谈一谈 我这个只代表我个人的一些观景 那我觉得呢 我比较喜欢这个比较靠谱的这个顾问 比较靠谱认真负责 接受能力快 另外一个比较主动 这个呢 适合于这个所有年龄段 但是现在呢 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当然我以前也有过这方面的经历 就是一些年轻人呢 他比较爱玩 另外一个这个 90后啊 通常情况下就是 自我为中心 因为很多是独生子女嘛 就不是那么靠谱 有的时候 这个其实是作为一个老板来说 很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 我交给你一件事情了 你不靠谱 我这个明天要交一个项 对吧 那你突然没有了 老板给你打电话呀 发 email 发短信呢 都没有 没有回音 那这个 如果明天要交的话 你说这个老板 是不是觉得很着急呀 很尴尬的一件事情 所以 如果有这么一件事情 老板下次再用你的时候 一定会慎重考虑 我要不要再让你做 如果你有两件三件 这个老板心里 早就对你 已经是 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印象 那如果要裁人的话 你肯定是首当其冲 所以 作为一个人来说 尤其是做我们工厂领域 做这个行业的 一定要靠谱 你可以不那么聪明 你可以这个 就是说 学东西 接受能力 不那么快 但是如果你扎扎实实 认真负责 你把工作干好 让老板放心 这个是至关重要 还有啊 有的时候 有一些中国人 喜欢这个玩这个心眼啊 这个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啊 再有一个喜欢在同事之间 搞一些这个 不太好的事情吧 其实就是喜欢张扬多事啊 这些 这些也不是老板喜欢的 就是 你不管你怎么样 你来了 在公司里工作 老板给你一份工作 你就踏踏实实的把工作干好 其他的 咱们别太 就是说多事儿 另外一个 不要试图跟老板 玩信仰 这些老板呢 说句实在话 他们 也不比你傻多少 对不对 你做了 什么 他心里也清楚 即使别人不汇报 你比如说 从我们搞技术来讲 我给你一个项目 我知道这个项目 你20小时可以干完 可是你告诉我 你50小时干完 80小时干完 那我肯定知道 你在干别的 对吧 你想试图骗我 那你是骗不了 当然我不会马上 说穿这件事情 但是我心里 是有一半正 我知道 你这个人什么样 那我这么多年 做supervisor也好 做老板也好 遇到好多这方面的人 那我一般情况下 我不想当面 解穿说穿 我也不想 使人下不来台 但是我心里会知道 因为作为公司也好 作为自己开公司也好 作为给人打工 做一个supervisor也好 因为你在那个位置 你必须对这个公司 对这个项目负责任 你说如果你手下 有一个整天 就是玩心眼 而不干实事 你白养他 那不可能的 对吧 所以 我觉得 作为我个人来说 我还是喜欢 就是说人比较善良 这个 比较认真负责的这种人 那么这种人呢 他在职场上 我觉得不只是我喜欢 其实一般的老板 都会喜欢 当然也有一些老板 就喜欢这个 对他 阿谷奉承的 但是 他在那时候 是喜欢听 不过如果是 在他有压力的时候 你不给他玩出国来 他也会照样不喜欢你 那么这个是从这个 人品性格上讲 那我们再说说能力方面 能力方面呢 我觉得 对这个 年轻人来说呀 他在学校的学习成绩 我不是特别看重 因为学校学那些东西啊 都是一些知识类的 其实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 他的人品和能力 各方面的素质 比他在学校的成绩更重要 那对年轻人来说 或者对一面来说 这个自学能力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很多事情 比如说你有一份新的工作 从事一个新的领域 那很多事情都是新的东西 你都要从头学 或者是有很多你需要学 那么作为老板也好 作为supervisor也好 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 来手把手的教你 因为他压力很大 他要处理的事情很多 对吧 那就是说 要求这个人呢 自学能力很强 要积极向上 他能够比较阳格的要求自己 这是能力方面 比较重要的一个 再有一个就是说 跟人家沟通 这方面的能力 其实如果能有 比较好的沟通能力 老板也会比较喜欢 但是呢 这个倒不是那么特别重要 就是说 比如说有的 有的人比较外向 适合于和别人沟通 做一些项目管理 那有的人呢 他就擅长 就是说 我来做设计 他做设计做的比较好 比较细致 那这也可以 还有一个呢 从事这种工程设计行业 他的 这个 这个 有条理 这方面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作为工程师 这个业 实际上就是 要把繁杂的 没有条理的东西 把它理出来 我们的图纸 我们的说明书 我们的设计文件 其实就是把一个 非常繁杂的东西 把它整理出来 一个系统化的东西 正确的东西 对吧 那就要求我们 必须非常有条理 另外一个 非常的细心 因为在国外做设计 不细心是不行的 你如果 有的时候 稍稍有一件事情 没有细心 就会在设计和时空中 引起麻烦 对吧 所以这是从能力方面 那么我们再说说 这个语言方面 当然了 我们说的语言 其实就是指英语 因为在这边 是加拿大 所以我们主要谈 这个英语的问题 当然你语言好 是最好了 可是人物 金无竹刺 人无完人 你不可能说 我过一个什么都行 又年轻 精力又充沛 又有经验 语言又好 我人品要好 方便便 那是不可能的 作为一个老板 在雇人的时候 他会考虑方便便 对每个雇员 取长不断 那语言呢 就是说 你语言越好 那当然越好了 因为你语言不好 没法把你推到前台 去做管理 去跟人协调 去和甲方 来沟通 对吧 所以呢 这个语言方面呢 如果是移民呢 一定要重视 我在其他的讲座里 已经说了 英语 一定要提高 这是每个 想在这边职场上 混的人的一个死观 必须要提高 必须要过 那下面我再说说 这个学历和教育背景 我觉得这个学历和教育背景 其实和人那个素质 能力是相关的 一般来说 能上比较好的 学校的这些学生呢 他本身的素质和能力 都是不差的 这个不得不承认呢 人先天在能力方面 还是存在差距的 一般来说 名校出来的 他本身这个 由于竞争比较激烈嘛 对吧 那他可能能力方面 稍稍强一点 但是 这个 也不能说代表 这一生就这样 其实呢 你能上名校也好啊 只能是说明 你在那个阶段 你是可以了 如果你在以后的职场发展 你不继续努力 你也同样会被落下 我也看到有好多 就是说 由于在考学的时候 或者在申请学校里面 没有能够上比较好的学校 就上一般的学校 但是后来在他职场里面 他非常努力 他也同样可以做出一番成就来 所以呢 我在这边就是没有任何这种 对于学校的这种歧视啊 或者怎么样 我只是在讲一个事实 另外一个呢 这个 我只是讲 像这种 college 培训学校和大学本科这种区别 这个college和培训学校 他讲的是比较实用 但是 对这个学生 他的基础理论 这个打的基础 就要比本科教育呢 要差好多 那本科教育 他毕竟学的比较杂质 比较深入一点 所以 如果要是我来雇人的话 那我可能 如果把这个人将来当成工程师来培养我 要我希望雇这个本科学历的 那这个人 比如说就是画图 或者是做一般的工作 做designer 或者做一些现场实际的一些服务类啊 操作类啊 那这个如果是training或者是college出来的 也可以的 没有问题 上面呢 我就是简单的分享一下 就是说 这个老板呢 喜欢什么样的雇员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体会哈 其中可能有不对的地方 大家可以 就是说批判的吸收吧 我就是随便的跟大家聊聊 因为 这个我们找工作的时候 或者是找到工作 避免不了的要和老板打交道嘛 因为老板决定你的前途 决定是不是给你这个工作 你受雇了以后 老板决定留不留你 就是你将来的一些晋升和这个饭碗 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决定的 所以呢 了解老板怎么想的 对你找工作 或者是找到工作以后 在公司如何发展 也是很有帮助的 那好 那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 希望我所讲的呢 对大家在今后 找工作和职场上发展有所帮助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下方的订阅 同时也欢迎您传播我的频道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